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能皮套售价199元 除了平板电脑 华为还带来了其他产品 新款MateBook D系列笔记本3999元起 华为Sound X智能音响单自装售价1999元 立体身套装售价3888元 华为智慧屏745英寸版本V745售价为12999元 这么多产品不知道你看上了谁 Vivo官方公布了Vivo X30的真机背面照 并表示该机将搭载潜望式的超远色 可以看到Vivo X30机身背面采用了曲面设计 紫色渐变配色 另外该机好像没有音量键 只有一个电源键 那颗方形的潜望式镜头格外显眼 其下方是闪光灯 目前国家质量认证中新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 一款型号为V19358T的5G星际获得了3C认证 标配由于iQooNio 855版相同的33W Flash Charge2.0快充 不出意外的话 该机应该就是Vivo X30 5G版了 根据此前爆出的现场图片来看 海报中的Vivo X30正面将采用一块无刘海开孔无水滴的真全面屏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采用的是升降前置的方案 整体屏占比较高 除此之外 Vivo X30 5G版还会首发搭载三星Exynos 980处理器 借助内嵌的5G基带芯片 所以支持SA和NSA 5G双模组网方式 不知道这个相机要不要去得个分呢 根据日前曝光的发布计划 在2020年索尼一望推出至少7款自然手机 据外媒的最新爆料 索尼将推出三款具备不同屏幕尺寸的Xperia机型 其中K91XX具有3840x1644分辨率 K92XX具有2880x1234分辨率 而三者中的最后一个J93XX则具备了2520x1080的屏幕 此外外媒还爆料了更多关于索尼Xperia新旗舰手机的消息 消息称索尼新机具备0.6倍超广角、1倍广角、2倍长焦、5倍长焦、10倍混合变焦和50倍数码变焦的功能 同性配置上 索尼Xperia新旗舰将搭载骁龙865旗舰平台 其他规格暂时还不得而知 另外就是Xperia的新旗舰或命名为Xperia 1.1 不知道这一次索尼能否振兴自己的手机拍照呢 联发科将于明天在深圳发布自家的5G解决方案 今天在树立市联邦理工学院所研发的AI Benchmark跑分榜单上 一颗联发科5G SoC悄然登榜 并以56158的总分领先第二名的麒麟990 5G和麒麟990芯片 并且是销林855plus总分的两倍之多 略感遗憾的是在榜单中并没有具体透露这款联发科5G SoC的配置规格 根据之前爆料的信息显示 联发科5G芯片定位高端旗舰 采用了7纳米的工艺制造 类似5G调制解调器Helio M70 包含了ARM Cortex A77 CPU 玛丽G77 GPU和联发科独立的AI处理器APO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联发科发布会上 手机场上已会正式宣布首款基于联发科5G SoC的5G手机 至于是哪家公司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早前Realme CMO许起这微博表示 Realme第一款5G产品快乐 今天Realme手机正式官宣了旗下首款5G手机 Realme真我X50 从官方给出的信息来看 这款5G手机X50将支持SA NSA双模5G 同时从海报来看 Realme X50有望采用前置打孔双色方案 与此前Realme CMO许起也科普了Realme X505G手机的命名原因 X系列是Realme为用户提供越级体验的先锋 5代表着Realme首款5G产品 0代表着Realme开启5G越级元年 目前上午更多有关Realme X50新机配置信息爆料出来 选择性价比手机的小伙伴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淘宝搜索关键是Vager 新鲜手机好配件等你来聊 当然了也别忘了扫码关注Vager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剂